本来想拍个我上床的视频 结果翻车了 大家都知道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去成都学习自理能力去了 其实说是学习也可以说三星吧 不过那两个月也不是啥也没学会 比如自己洗头发 穿衣服 转衣龙椅 都是在那边的时候才学会的 有很多龙友也问我 他自己也想去 去了有没有效果 想看看我学习的成果 这不是为了展示 一把大花了 龙女跑了 我又有又帅了 这给我帅的 屁股倒没多疼 就是正的肚子疼 每次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 又可怜又可气 可怜自己这么大了 天天穿个纸尿裤 上床都飞机 可气自己像废物一样 干啥啥不成 活得不如三岁小孩 天天像废物一样的活着 我想自己爬起来 奈何自己的这副身体 真的像前进众一样 一点动不了 高密解态真的让人很心累 不是这一件上不去床的事 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空难 每一件都会让人大到想哭 想疯掉 就是越小心翼翼的 越帅不成 就比如刷牙的时候 因为手拿不住东西 每次都会在心里摸面 不要吊不要吊 最后还是吊 一蓝面刚做好 放在我手里 没等吃 手一抖就摔了 好不容易接到的水 刚准备喝 手没劲没拿 我就散了一声 唉 不说了 太短太短了 最后也不挣扎了 我妈把我抱到罗里上了 没人能感同生受 只有自己知道 大小有多痛苦 只希望医学快点突破吧 早点结束这瘫痪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